巴黎聖母院 沖繩 首里 曾都在大火中复制一举 引起国际关注 台湾会不会也可能发生 类似惨剧 因为其中很多寺庙 普遍面临管理人员年龄层老化 防灾意识不足等问题 像寺庙 东之类居多 那他们的潜在的问题是 管理的人员跟应变的能力 相对的年龄层比较高 跟那个新壮年在经营管理上 还是会有落差 这个是台湾比较面临的问题 龙生寺从今年五月起 前面禁止点蜡烛 改由电子明灯取代 寺庙常见的火源包含蜡烛 献香 香炉 点香气等等 学者观察 近期宫庙有在落实夜间灭香 不过智慧型侦测设备 自动洒水等消防设备还是欠缺 北市消防局指出 现行不论是一般建筑还是古迹 仍以打电话通报为主 但有规模的文化资产 可定期办理消防演习 消防局会提供协助 这些古迹如果一规定 要做自卫消防编组的话 我们每半年会规范它 做一次自卫消防编组的演练 消防局说 我国定有古迹及历史建筑 消防救灾处理原则 依法古迹单位和消防机关 平时要测定文物优先保护等抢救计划 不过有没有实际执行 又是另一回事 学者认为台湾要积极 必从管理面去客服防范 原则新闻综合报导